这十件事木骨城中 总感受到呢 在台湾 风来仙照台东之光 这是我们民风佛事 正对面的卧佛 而且我们现在也通过在 木骨城中这个声音当中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 真正的了解到 随时内心保持一种清静 了解到五云眼而鼻舍身 甚至我们的色寿想形式 它都是千流不止的 也就是一个幻象一场 也期盼我们也透过 听到木骨城中 素素能够感受到 这个一切都是像雷 像风像电 刹那千流流动的机果 所以只有保持一颗清静之心 谁会叫做阿弥陀佛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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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